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有卑贱的行为 而卑贱者也会有高尚的情操 所以这高尚与卑贱就看是谁来定义了 你这是具有煽动情节带有商风化的言论 请控辩双方都回到与本爱有关的话题 好 审判长 请允许我出示一份警官的证据 从图中明确可以看到 何如是昏岛的位置 与成汤器皿所跌落的位置 进一步可以证明 即使那确实是所谓含有剧毒的汤 也已然在何如是跌倒的时候就已经散了 所以根本不可能被被害人使用 程上 程探长 你敢保证你所绘制的草图 器皿掉落的位置都是正确的吗 当然这是我的工作 而且在图上还有当时联合办案的赵巡长的签字 但是他已经不在了 反对 这是对证人一个公职人员无端的怀疑 而且这是对警察的肆意构陷 反对有效 好 真的刚刚的话我道歉 但是田探长 您是认为 那个吊在地上的器皿 可以证明被害人 没有喝了那包有毒的汤 那么我可不可以认为 是被害人先喝了有毒的汤之后 器皿再滑落在地上 从包汤的器皿落在地下的位置 可以判断出坠落的方向 这个可以通过根据现场的 反复模拟实验得到论证 但是你也认为 还是会有很多种可能性 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 包汤中事先没有被投放山奈家 而是事后被别有用心的人涂抹上去的 你这样的猜测有何依据呢 简书方 山奈家是一种剧毒物 吸入 食入或者是皮肤接触 都有可能中毒 那么投放者 在没有做好安全隔离的情况下 是根本无法投放的 很显然 被告人不可能有机会 也不可能完成 人都可以毒死 还有什么不可能 简书方是否坚信 包汤中 事先被投放了山奈家 而毒死了被害人 是 告诉你一个科学知识 山奈家 融于水中会失去毒性 也就是说包汤中的山奈家 根本起不到毒死被害人的作用 那么就是说 简书方坚信的推断被推翻了 简书方坚信的推断被推翻了 就是嘛 如是平时走路啊 连个蚂蚁都舍不得踩的 怎么会杀人呢 你在说什么 我在问你你在说什么 这里岂是你可以四眼 胡说八道的地方 法官大人 建议有人扰乱法庭秩序 我请求暂停庭审 反对 这根本够不成扰乱法庭秩序 是简书方有意歪曲事实 制造继续庭审的障碍 反对无效 本案暂时休停 下次开庭时间 书面通知控辩双方 现在休停 这是明显的偏袒行为 我抗议 来 让我说两句 如是 我们还是有很大机会 赢得胜诉的 你刚刚看到 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打败他们了 他们再投研下去是没有用的 你要相信我 相信法律 不是 一个人可以被打倒 但绝不能自己先跪下 年轻人 你再爬一堵 正在倒塌的墙 你爬得再努力 也会和他一起倒下去的 你啊 在拿你的前途做筹码 你在浪费 本该你拥有的良好机会啊 你在表演给自己看 你觉得很精彩 但是其他人觉得很滑稽 我真诚地觉得 你可以再三考虑一下 休停了 看起来 又一个优秀的律师就要产生了 谢谢 看吧 这就是咱们律师家的老大 给我下的最后通牒 放下屠刀回头实案 还有机会 这句话你应该跟他们说去 好 我也没讲什么呀 怎么就扰乱法庭了呢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你说为什么解放派过来这么个祸 没有技术含量 因为傲慢 权力的傲慢 他们认为可以给一个女孩子 随便就安上一个罪名 没想到遇到我们这样的对手 就是那个人好瘦头的 你要也要注意安全 他们不会这么认输的 在这个地界上呀 除了你们警察局的人我不敢惹 其他的人啊我都挺熟的 不怕的 还是小心点好 未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这个七十六十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当年阮玲玉陈燕燕他们 那可都是围着我转的 没有我的妙笔生花之手 他们不可能有今天 那你可以帮我进明星 莲华 天忆这样的电影公司吗 当然可以 走开 带什么呢 不像话了啊 就是他 走开来 走开来 走开来打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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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误会 误会 完全误会 好 那你说怎么赔偿我们兄弟们 来 房间里的东西 随便拿 都拿走 就这可烂玩意儿 我不稀罕 好 姓穴的我问你 你报纸上登的小碎花的遗物 消息是真的下来的吗 这后两条不是屁窑吗 屁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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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不是 怎么斗我斗就打人 打你 你信不信你说假话 我就把你舍他哥 真话 天探长不让说 后来不就有了那两条报道了吗 说 东西在哪 我不知道 就要那东西 我 周博士啊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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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次请您检验的那个女师的检验结果出来了吗 好好好 好 谢谢 田基叶探长 素来报馆 有事免疫 谢德水 敬请 找到 找到 几位 有事免洗 拿出来 出去 去 找到 他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 不 我就知道 你一看信就能明白 我是第一次开头写田探长 后面写我的名字 你怎么叫这个名字 我是梦名 我低叔也得有水 你们不是一般的鞋匪 说 你们是谁的人 我开始还以为是拆白打的 后来发现不对啊 那小娘子呢 持血和枪支抢劫报馆 警察办案 匪徒顽抗 不得已把你们一个个都给毙了 快 快快快 是谁的人 走 本局接到报警 有人在新娱乐报馆进行不法勾当 全都带走吧 快起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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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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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放 你也跟我们走 无巧不成书 您这书里写的什么文章 我说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 咱们最多就是个看书的 哪儿都能让咱们写书 谁让你来的 这我还真不能告诉你 这我还真不能告诉你 要说呢只能说是见义勇为的市民报的警 咱们是闻警必出 这一直是咱们局的引以为荣的地方是吧 来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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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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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双坡 带双坡 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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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着他 站住 走开 来 还不还不 站住 吓人了 周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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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老天 人怎么样了 闹出血 人昏迷着 仗在抢救呢 你看 看来咱们俩真是祸根 只沾上我们谁倒霉呀 我听那个人力车夫讲 周博士的包被人抢了 不是抢一个包治愈这么大的动静吗 我相信那个包里面一定有那个无头女士的验尸结果 她一定是给我送这个东西 那现在咱们就更要保证周博士的安全了 警方他们杀人灭口啊 和西区警局的警力是不会让人放心的 我怀疑我们局里面有别人的内心 那现在能给周博士换一下医院吗 医生说现在不宜诺动 老天 外面有帮人 很可疑啊 这枪你拿着 在这儿守着 谁敢进去开枪你给我打死他 你把枪给我 你怎么办 你别管我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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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牧师 田探长 最近演新电影了 你男朋友没带你去看啊 您开玩笑了 我哪有男朋友呀 你还嫌得住啊 这不是想跟您一起吗 我听说只要你去上班 这医院就躁动了 您真会开玩笑 讨厌 在这儿等着 大夫 我是周大博士的家属 手术成功了 还有半个小时左右 露脑出血很危险 什么情况 上你的厨所吧 请进 这下热闹了 没开过枪怎么办呢 没开过枪怎么办呢 好 田的方块 西野 田的方块 走 西野 有道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刚刚接到你的电话 就赶过来了 估计还在抢救 看起来你好像是遇到了麻烦 如果您再晚来一点 就有好戏看了 田的方块 你好 还在想救是吗 在 在这里 周有道不但是一个优秀的医学博士 也是一个热衷于法律事业的人 这样的人难能可贵啊 所以说 对他的安危我非常地担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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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长 判定请 快点 快点 来 怎么回事啊 西区管片 大盘出点麻烦 都让你一个人干啥啊 胡居长 您来的不早不晚 恰是时候 不是 你给我打完电话以后 我立刻就要出来 可是一出门发现那个车胎没气了 那我得补胎吧 补完胎到这儿 有点晚 天大法官 天大法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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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打电话了 我呀 先给局里打电话 他就跟我支支吾吾得特别不痛快 那我只能给天手诚打电话 周有道博士 是我们法学界得高望重的 林己教授的高徒 而且林教授还是 我们法医界的顶尖的专家 所以说我希望警方能够给予 周有道博士周密的保安措施 保证他的安全 来 慢点 好 目前周博士 还处在麻醉剂的药物作用之下 再有一个小时才会醒 是 没事了 你知道刚才跟你对峙的 都是什么人吗 你是李炳君的人 关于这个李炳君 你比我更早认识他 但是我比你更了解他 我是在一次会议上 碰到例行社的创建人 桂永卿腾杰的时候见过他 当时他只是一个小随从 我猜他们也应该是例行社的人 是 例行社出建想要做出成绩来 就难免草木皆兵 四处出击 我回去以后会去问问腾杰 也许这只是个误会 您应该已经分析出来了吧 他们为什么突然关心起一个 貌似平常的案子 我的工作跟他们没有什么交集 所以对他们的所作所为 也不想枉加猜测 假定有罪是违背司法原则的 好吧 我走了 小伙子 我知道你是做律师的 有好的律师才能有好的司法环境 好的法官 好的法律异形轨迹 作为同在这个领域里工作的同行 我预祝你在法庭上 有更出色的表现 来 握握手吧 好 谢谢丁大法官 不 谢谢前辈 谢谢前辈鼓励 我一定会听从您的指教 好 一起努力 谢谢 谢谢 我今天不用携手了 这太让人羡慕了 太有个人魅力了 老天 如果你更像他一点的话 我也就崇拜你了 我告诉你啊 你有这样的叔叔 真的太让人羡慕了 更出色 一个更字就出卖了他 这说明 他对你当天的庭审过程 了解得一清二楚 他对蓝箱说的 他跟书役的案子也非常关心 是啊 说明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搞大了 连田大法官都关住了 对不对 他是老大 今天有这份好啊 对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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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喝 田哥 是你去搬啊 来 帮我冲一袋咖啡 好 天哥 今天晚上真安静啊 是不是有您在的原因啊 我得打羹了 你去慢慢喝点 好嘞 老爷子 万一经过太平间有诈湿的 您叫我啊 我和他聊聊 成了 要真有诈湿的 我来喊你 你拿着沙 跟他好好聊啊 好嘞 不可能 真大事 真大事 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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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你干什么呢 没有 我想洗八脸清洗一下 我换换你啊 你去休息一下呗 谁让你离开教肤室 没事就好 老天 什么咖啡这么香 这是我刚买的 沙利文现磨的巴西咖啡 难怪我在经过 大长路的时候 我老闻到这种香味 还是跟着您好 什么都能有了 郑姐 让刚才说好的座 别慌 传出气 你们这儿经常跳什么 这里线路有点陈旧啊 灯怎么亮了 监护室里的病人怎么样 那白天为什么不跳这样 晚上灯电呗 你们这儿病人真奇怪 晚上开着灯睡觉 你的话可真多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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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毒了 你看 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明天先将周国市的院 转哪儿去啊 你能不能再大点声 生怕别人听不见 转哪儿去 我跟工部局打了招呼 把有道转到租界的医院 租界的巡捕房 也会安排专人对他进行保护 身为中国人 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 需要到租界寻找安全 真是可悲 你缴获进去的那个案子 我也有所了解 原本是个很普通的杀人案 居然节外生枝 搞出那么多的事情来 很令人意外 您知道被告是谁吗 我还没有具体了解 你知道 我每天有很多更重要的案子要事 田稷叶不相信田守成会不知道 何如是 也就是过去的何敬文 是案子的被告 他了解田守成 以田守成做事的认真严谨 只要是他注意到的事情 都是会了解清楚的 尤其是何敬文 是他们殊职心中的一个霸王 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 有点事我先走了 有点事我先走了 我就知道你回来要查看 放心吧 拉回来就放在这儿了 这个尸体是谁送过来的 这个尸体是谁送过来的 那中间会不会有人被调包了呢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当时在医院 上回死的那个警察家属 来了一群人 背在门口 我看他们打算要处理后事 徐护长后来下车了 我一看不对劲 我也估计劝了 你听我跟他们解释 我们也在努力地解决那个办 你干什么呀 你怎么 你不干我 你都一块去 你不能回事我 听我解释 听我说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一个死的 有什么可偷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给我盯死点 我得知道是谁干的 放的什么毒 毒死的 你说 点下车兄 你别激动行不行 多大点事啊 你总把自己这个探长当回事 我告诉你 就比你大的群长老子也不在乎 行了行了你 我告诉你啊 你当警察 就得对得起你这身警服 做事得对得起你拿的那些银子 你怎么办 行 还没事 整天大壶小小子 以为自己谁啊 我怕他吗 我怕他吗 行 你等着我 我先办正事了 等我忙完了 好好受罉 我这人是言必信行必我 你等着我 小小重 你能把我怎么着 怎么不怎么着 少说两句 你 行行行 他打你了 怎么办 他打我 行行行 他打我 你还俩等 秉军 你跟我说实话 昨天去医院的人是不是你的 本来呢 是我们的 因为我们得到情报 说是有帮派分子受伤进医院 随后还有更多的帮派分子赶到 但是他们看到田大法官 就发现这个情报有误 就撤离了 怎么了 惹你老胸不满了 我可以道歉了 昨晚上有人夜袭离医院 从装备跟手法来看 受过训练 结果呢 一个跑了 一个死了 我怀疑死的那个人扶了轻化假 扶了轻化假 这么高级的东西 我们还没有 那这么说那不是一般人吗 稷叶 上海呢就像个大的麻将场 随时都有人做装有人做闲 我觉得 你少掺会得好 我不打麻将 所以我不想参入这个局 我只想知道这些人是谁 为什么要找我麻烦 对了 你帮我见证一下 这是把日本枪 它是由民谷乌兵工厂制造 外形呢 仿造德国的卢克手枪 缺点是容易卡壳 而且穿透力不强 你从哪儿得到的 那这么说 这些人是日本人 这枪目前只有他们使用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杀周博士 你们来 跟他们有关系吧 我们本来的确有关系 你知道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到处收集情报 姬爷 我再说一遍 昨天晚上的事情实在抱歉 不能说 没办法 这是纪律 兰湘书役这个案子 就是整个局里面的一张牌 而且是无意中影响到了 可以胡牌的那张牌 是不是 我无可奉告 谢谢 你已经回答了 姬爷 这件事情你还是不要惨悔了 是很危险的事情 还有啊 你是不是有那个 继女遗留下来的东西 怎么着 你对这也感兴趣 姬爷 我们两个彼此都非常了解 骗别人还可以 相互之间骗来骗去的 就没意思了 在礼仪廉耻中 物归原主是骑马的道德操守 我希望马月娥的东西 能够交给她的家人 马月娥你应该知道是谁吧 谁啊 定居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 你就非常喜欢文学 所以才把这个地方叫文学社 是这意思吗 不错 我希望等我姥姥呢 能再搞点文学 你也知道我不喜欢那些 叽叽歪歪的烂情小说 但是好文章是不需要 过分虚构的 我送了啊 天机业明白 小翠华就不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 小翠华叫马月娥 刚才李炳君装不知道马月娥是谁 恰恰说明了她想掩饰什么 马月娥你应该知道是谁吧 谁啊 纵然是智者千律 也难免有一事 您想为晴儿赎身 当然是好事 我们这里的姑娘 能带一个好人家落脚 也是他们的福分 两全其美的事 我自然不会拦着 不过 我们这里不比其他的地方 平时为他们小姐妹的花销比较高 好马配好安 好女配花衣 这自然不能将就了 你想得吗 妈妈 娄师阿姨的房间有动静 有动静怕什么呀 那也是风吹的窗户响 不不不是是是有人 有人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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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快上 几个体和亲 快上去看看 我刚才看见那个女人 好像是小翠花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你是鹰眼啊 那肯定不是小翠花 包子 干姑姑的包子 楼条嘞 楼条啊 老车 又不少 你还没给钱呢 你慢走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